各位優秀的同學啊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先偷看一下啦 我們今天可以畫地圖啊 阿翔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好 等一下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再講好了啦 就是... 這個畫地圖其實是要錢的啦 那...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後面這個... 就是...後面這裡 這個API Key哦 你們只要... Enter一次就要付... 我就要付一次錢啦 但是我先給你們用啦好不好 所以說那個... 大家不要用回圈搞我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我知道你們都會寫回圈了啦 留在這邊應該都會寫了 好 那我們先... 開始這個... 做這個... 就是3D圖形的這個... 就是介紹這樣子啦 那我想就是... 大家上節課應該已經會畫一些基本的圖了 然後會調色麻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 下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那... 我怎麼樣讓我的圖再更生動一點 那...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學的比較生動 比較特別的東西就是3D圖形這樣子 那3D圖形啊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就是... 你如果說... 用3D散步圖的話 你在空間中你可以很好去描述說 這個... 它可能是有... 分群這樣子 無論如何... 就是... 無論如何它只要投影到2D的話 那一定就是... 它會失去它原本的面貌嘛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有個問題啊 你的電腦它就會3D... 電腦就是... 螢幕是2D的啊 那你怎麼表示3D的這個... 樣子呢 所以你要讓它可以動 可以跟它互動 等於說你可以自己去轉軸啊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才有... 或者是你弄個影片之類的嘛 就是... 讓它可以自己旋轉啊 這樣我們比較容易看出3D的樣子對不對 不然你說這個樣子像3D嗎 你可能會自己想像啊 但是實際上它還是2D的對不對 因為這些點還是非常接近的 你根本不知道... 淺藍色的點跟... 那個... 就是... 深藍色的點到底有多接近對不對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 然後我們上節課又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要畫好看的圖 或是我們... 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Google是最快的啦對不對 Google那個... 欸... 其實自己... 自己寫這個... 我們已經過去這個階段啦 那個... 前面大概6節課的時候 我們什麼東西都... 什麼東西都印來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開始都是Google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樣本 好 先打開一下我的RStudio啦 好 這個... 我們首先啊 先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 以後啊 大家如果做這個Example的時候 就是... 大家之前不是都會做這個... 呃...就是... 欸... 看那個... 說明 然後用Example複製嘛對不對 複製Example 然後去試著去學習 大家以後如果看到這種語法 看著喔 你看現在... 右邊是沒有任何這個... 沒有任何這個... 物件的對不對 但你打下DataIris Enter之後 你會發現右邊出現了一個叫Iris的東西 非常神奇喔 然後我們再看... head Iris 然後發現... 這是一個資料表 對吧 他有150個RAW 5個COLEN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資料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資料是一個... 就是... 淵尾花數據集 那他負責... 去... 他這個... 這個資料集裡面會記錄這個... 花瓣長度、花瓣寬度、花瓣寬度、花瓣寬度 等等資訊 然後... 並且... 還有一個類別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COLEN 是去記錄啊 他的這個... 他是哪一種花 這三種花老實講喔 我也不知道這... 這三種花是什麼 我從來沒有看過啦 好不好 好...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 你的語法裡面有DATA 什麼東西 那就是他叫範例資料集了 在R裡面範例資料集可能有... 一、兩百個這樣子 那... 有了範例資料集之後 他可能才要去做一些... 有的沒的事情 所以大家... 以後知道了 如果我打... 如果你在語法裡面看到DATA 這個... 這個函數 那就代表我是在叫範例資料集過來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範例資料集我們要拿來做什麼 我們已經會畫2D的三部圖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示範 首先我們先用... 首先我們先用這個... 就是... 呃... 這個花的這個種類 花的這個種類它本來是一個... 它本來是一個Factor嘛對不對 那Factor... 那個... 把它數值化之後 它是不是會變123 接著再加1 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 我們得到了一個Color 這個Color就是不同種類的花 那注意一下 這個... 我們之前有教過這個... 顏色我們可以用紅色什麼... 紅色就是可以直接打字上去 然後也可以直接調色嘛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是... 我們可以給它2號3號4號 2號就是紅色3號就是綠色4號就是藍色 如果你懶得調的時候啦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它Default的這個... 呃... ColorValue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接著要畫圖啊 散步圖非常簡單嘛對不對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好了 好 這個... 首先我們先把那個... 畫框變成2乘3嘛 這個... 我們已經學會了對吧 然後接著... 欸... Plot 就是我們把這個花... 長度、花寬度把它Plot上去 好 你是不是看到了 這是... 這是第一組這個散步圖 然後我們依此類推Lengine 好 我們全部都把它畫完 欸 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等我一下 好 畫完之後 你是不是發現 欸 這... 是不是... 呃... 從我每一個角度來畫散步圖 如果你... 一開... 它現在有4個軸嘛 對不對 它現在有4個這個... 就是... 變相 那我... 這兩個可以組合起來 所以總共有4個 那... 我現在在這邊問你一下大家啦 呃... 我們現在光看這4個圖啊 對不對 欸 光看這6個圖 我們要... 我們首先我們要先下一個決定 大家來思考一下喔 呃... 我們最多... 我們就算我們知道我們畫3D圖形 我們也只能呈現3個軸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我們最多就3D就3個軸 那請問一下 我們這邊有4個維度啊 按照這些圖形的話 我們要捨去哪一個軸 比較好 大家選... 選... 大家可不可以... 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 鼓勵一下大家舉手啊 好不好 選擇... 欸 這個... 呃...捨去第一個變相的舉手 第一個變相是... 這個變相 就是... involved的變相是這3個 第一個變相的舉手 沒有...沒有人覺得要捨去第一個變相 然後... 長度在這裡 好啊... 第四個變相這個 然後還有... 這兩個 這4... 好... 沒有人想要回答沒有關係啦 這個... 因為你們可能... 你們可能完全沒有idea啦 好不好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我們如果要捨去一個軸 我們一定是... 從右下角的這張圖 選一個軸把它捨去掉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右下角圖有什麼特性 下角圖它是不是全部都集中在一條線上面 對吧 你知道全部集中在一條線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這兩個 這兩個... 這個... 變相 它非常的高度相關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其實... 如果... 極端一點的狀況下 A完全等於B 它就會完全全部在一條線上嘛 對不對 所以... 越有相關性的 兩個變相越有相關性 它的其中一個就越... 需要捨去這樣子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我們就捨去掉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軸 然後我們來把這個3D的圖畫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畫3D的圖啊 那... 首先當然就是... 我們就是... 如果有套件嘛對不對 大家注意一下喔 等一下你們在... 複製貼上的時候 這一個Color... Color code你是一定要貼到的喔 你下面可以不貼 但是這個Color code你是一定要貼的 不然你一定跑不出來 好... 我們首先我們先用個... 就... scatter plot 3D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這樣的一個圖 首先當然就是你要... 你要... scatter plot 3D 這個... 只是我們做一個示範啦 好不好 我們來... 等一下大家就是要下來套件啦 好...你直接... Library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畫圖啦 欸... 我先把它清空 免得這個... 它用那個小圖 好...這個... 這個還是2D的嘛 對不對... 它打到平面 只是看起來有點像3D 我們把這個角度做一個調整 好...60 好...有一些些微的變化對不對 好...不過其實這個... 這個套件我並沒有很喜歡用啦 我比較喜歡用的套件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套件叫做... RGL 好...RGL 我先給大家... 把螢幕還給大家 因為RGL這個套件要安裝很久 我們... Install RGL 好...這邊會... 要下載一堆東西啦 那我先把這個螢幕還給大家 這樣子...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先下載了 好...那我們現在下載完了以後啊 欸...這個...這個怎麼乖乖的 結果我自己還沒下載完喔 開玩笑吧 這... 我的電腦是DOWN了是不是啊 欸...我...我的... 我的電腦好像DOWN了欸 好吧... 呃... 沒關係...DOWN了也無所謂啦 我可以跟你們講啦 就是... 反正等一下你們複製貼上 你們就會得到類似的答案啦 好不好 就是...你... 你... 你RGL下載完了以後啊 你就直接複製貼上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圖 那... 甚至啊... 這個...呃... 等一下... 你大概可以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圖啦 就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樣子... 可以... 你可以跟他互動耶 這樣大家也懂我意思嗎 你... 你會在視窗裡面看到一個 但是我... 他到底下載好了沒 還沒...喔...快好了 欸...真的是... 結果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自己受不太了 好吧... 那我們來... 我們來複製貼上一下 我現在複製貼上... 大家看... 欸...真的是很大耶 這要發生什麼事了 ERROR 所以...我... 不能... 好... 好...所以... 結果...我... 我自己的電腦不能用喔 好...那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我的電腦要怎麼解決啦 好不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啦 就是... 你複製貼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圖 好...那... 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複製貼上這一段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這個樣子了 就是... 他...這個... 我們可以為這個圖 稍微加點料 加什麼料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剛剛在這邊畫完的這個散步圖 是不是... 在這裡... 他還是... 雖然是可以動 但是問題是... 他並沒有那個... 把三個... 就是... 群集... 的那個...就是... 區間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如果你看到這樣的一個... 你可以點到這裡的網頁 他就會教你說 其實你可以把... 你可以多畫一個這個... 灰色的框框 那這個灰色的框框 要用這種方法加 在這裡加 好...在這裡... 在這裡有一些說明啊 好...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 這個套件... 要畫的圖可多了 對不對 他有一堆東西可以畫 我們... 我就覺得說這個... 欸...我就覺得說 畫成這個樣子蠻好看的 對不對 我...我蠻喜歡畫成這個樣子的 然後大家可以試試看 怎麼樣把這個圖畫出來 好不好 好...先把螢幕還給大家 好...我這... 基本上我放棄在我的電腦上面用了啦 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成功了 結果我失敗了這樣子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套件我裝不起來 好...那...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題的關鍵是什麼啦 這題的關鍵是... 如果你仔細觀察語法的話 你會發現... 這一個灰色的... 灰色的圈 它其實是對所有樣本的 就是總共有150個... 150個樣本 三種花各50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對三種花分別去計算它的... covalence 跟它的這個平均值 然後用這個東西 來去畫這個畫這個圖 然後用... 這個... 黑色 好...如果... 這個答案基本上就是這個... 欸...我啊... 就只用前... 就是... 第一種花 第一種花就是前50個 所以這邊改1到50 然後vcov min 一樣...全部都給它這個... 就是... 1到50 好...這個apply這個函數啊 apply這個函數 我在這裡用喔... 其實是... 不是非常恰當啦 因為... 大家應該從來沒有學過啊 apply這個函數 apply這個函數啊... 它其實就是... 欸...我啊... 我想要把這個... 就是... 我本來... 我現在有這樣一個data 然後我這個... 2這個... 2就是我要對這個colum 就是第二個維度 做某一件事 全部都做min這件事情 apply這個函數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欸...這邊我就有三個min就算出來了 如果這2啊... 改成1 那就是... 對每一個... x喔... 就是對每一個... 第一個維度... 50個... 都會計算出一個平均值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apply這個函數... 類似要用回圈的... 回圈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如果大家不會寫apply這個函數呢 欸...至少我們就... 我們就這樣寫嘛 就我們就這樣寫 就是... 1到50 好...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要1到50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計算出 第一個花的... 這個...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跟它的... min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他的這個... 就是... 這個... 東西把它畫出來 畫成這個樣子 欸...怎麼變得有點小 就可以畫成這樣子 這樣大家懂嗎 好...那這樣... 大家大概... 我想這個畫這個3D圖 我看大家都是覺得畫起來蠻簡單的啦 應該也不會太難 好...我們畫地圖的時候就會比較困難一點了 好...地圖的話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首先啦 大家一樣 你要先安裝套件 這個... google map啊 它這個套件沒有那麼好安裝 你必須要用這個...就是... 你必須要用這一行安裝 如果你不是用這一行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安裝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要畫這個...畫這個地圖的話 首先啊... 我希望大家先把這個...就是... 登格勒這個資料啊... 把它... 讀進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把... 這個... 傳染病的這個... 發生的這個... 資料... 把它...就是... 把它打到我們圖上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份資料啊... 它其實就是登格勒從1998年到現在 它的...每... 第一個案例它發生在哪裡 注意...這裡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有... X軸跟Y軸 這個X軸跟Y軸就是精度跟緯度的意思 這樣可以吧... 好...當然...不過為了避免... 連到個人 所以這個... 精度跟緯度 它會做一些小幅度的這個... 就是... 擾動 就是故意給它一些隨機的亂數啊... 舉個例子來講啊... 雖然說... 呃... 你知道... 可能是在國防... 就是... 你... 現在假設國防醫學院有個人 他得到了這個... 登格勒 那這個資料啊... 他不會真的把你家的柱子給標出來 但是... 他大概會知道你就在國防醫學院這個範圍 範圍很大 這樣都在動我的意思嗎 好...那... 這樣的一個Data 我們要用Google Map 我們要... 把這個Google Map... 這個... 我們要把它很好的這個視覺化呈現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 就是Google Map這個... 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用Google Map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我們如果想要把它... 畫在台南市的底圖 那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 來... 首先先決定台南市的經度跟緯度的範圍是多少 這個值啊... 你可以在Wikipedia裡面查到 如果你查... 台南市... 所以等一下大家如果要畫高雄市的話也可以喔 台南市... 呃... 經緯度 好...你隨便Google都可以Google到啦 好不好... 就是經度的範圍啊... 緯度的範圍大概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 經度跟緯度的範圍決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到... 我們就可以用到... 喔...我要先R Google Map 好... 經度的範圍跟緯度的範圍決定了以後啊 大家就可以用GetMap這個函數 把圖... 把圖弄出來 然後就可以在右邊看到你的圖啦 等它一下...它正在下載 好...你在右邊就看到你的圖了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API Key 這個API Key啊... 呃...我們現在每... 下載... 就每下載一次它就會跟我要一點錢啊 那大家先用我的API Key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樣... 大家先把... 第一張圖畫出來 等一下我再教大家怎麼申請自己的API Key 這個...如果你要註冊API Key的話 大家知道... 我先跟大家再強調一次啊 這一個... 這個API Key喔... 這個... 跟你們講... 明天你們就不能用啦 明天我就會把它停掉啦 不然... 那個... 如果大家... 同學對我打的分數不滿意 用回圈搞我喔...這樣我受不太了 好...這個... 待會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自己申請的話... 你要怎麼去申請呢 你需要啊... 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啊... 這個打一下這個... 呃... Google... 然後... MAP API 好...然後... 點進這個... Google Map API之後啊... 好...我先跟大家講喔... 就是... 呃... 就是... 你們有信用卡嗎? 大部分是沒有還是大部分有? 到這邊沒有 沒有的話你們就不能用啦 這個... 因為... 要有信用卡才可以用啊 他要綁卡號這樣子 好...啊... 不過... 反正... 我都給你們玩了嘛... 對不對... 你們未來自己想用的話... 你們就... Follow我現在的這個程序... 好...那... 我Google Map API之後啊... 我就在點開始使用... 然後... 一進來之後...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啊...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Project... 舉例來說... 我現在這是For Student嘛... 對不對... 我再開一個新的專案... 舉例來說... 這個新的專案叫Test好了... 好...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 你進來之後... 你要先開一個新專案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但是... 我那個Test... 正在建立中... 要等他一下... 然後這個... 等一下你要... 你要允許他... 等一下... 你就... 呃...就是... 好...我Test... 我現在進來... 我Test這個專案... 這Test這個專案... 就是一個全新的專案... 然後我要安裝什麼... 我...我接著... 我要在Google這裡喔... 我要打... 呃... 欸...還是叫Map... 哦...Map... 好...你在這裡... 新的專案要按啟動... 這樣可以齁... 就是你要把這一個... 這一個API給它啟動起來... 好...然後... 在這裡... 有一個叫平鎮的... 平鎮... 平鎮這裡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目前的密鑰... 欸...這裡... API金鑰... 這一個... 我們可以在這裡增加... 啟用API... 欸...等一下... 欸...我建立... 建立新的API在哪裡... 我找一下... 這裡按建立憑證... API金鑰... 好...那這個就是我的API金鑰了... 這個是我剛剛新申請的喔... 那我剛剛新申請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把這一串... 把它換成我剛剛新申請的... 它是不是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 我們再按RUN... 它如果沒有跑出Arrow的話... 就代表成功啦...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是成功啦... 我...我把它清空... 這個就是我新GET到的圖了... 那如果啊... 我想要... 比如說我現在申請到了...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停掉... 那我們就只要... 我們就只要按Delete... 這樣就Delete了... 好...所以說其實... 我要...我要把這個... 如果我要把這個就是... 呃...就是... 剛剛...我們那個... 現在你們可以用這個API把它停掉也是蠻簡單的事嘛... 對不對... 大家應該感覺出來... 那...這個...呃... 大家這個...回去的時候啊... 可以... 呃... 試著就是... 就是... 試著就是說... 呃... 自己去... 那個... 把這個API key把它申請出來... 那這樣大家之後就可以自己畫地圖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就是... 呃... 我們有畫出地圖之後... 我們後面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後面... 我們還可以設定一些參數據... 來說... 這是街道圖嘛... 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畫衛星圖的話... 我就... 這個Type把它做一個改變... 好...注意... 我剛剛是不是把... 剛剛那個API key把它停掉了... 現在應該是不能用了... 你看... 大家看到是不是不能用了... 所以我現在需要用回本來的這個API key... 所以沒有API key是... 沒有API key是不能夠使用這個... 是不能跟Google下載地圖的啊... 這個... 畢竟它需要收錢嘛... 對不對... 欸... 太過分了吧... 為什麼我本來的也不能用了... 那我本來不能用這樣... 等一下大家會很麻煩耶... 我...我...我全部複製好了... 欸...又可以用了... 這是什麼鳥... 好...這個... 這樣子你就可以畫出這個... 這樣就可以畫出這個衛星圖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 呃...大家... 等一下就是... 大家等一下就是... 我先做一些事情... 然後等一下再讓大家操作... 因為這個地圖不好設定喔... 首先就是... 我剛剛說... 我想要把這個... 因為台南市在2015年的時候... 有爆發這個登格爾的大流行... 所以說啊... 我想要把這些人的點啊... 點到台南市的地圖上... 有點像這個樣子... 那我要怎麼做咧... 首先... 我先要把剛剛的那個... 剛剛那筆Data... 剛剛那筆Data是不是... 所有在台南市的這個case... 然後總共啊... 他有多少咧... 他總共有... 一萬兩千... 八百一十五個... 真的是蠻多的嘛... 對不對... 因為那一年真的是... 台南市真的是... 有一堆人得到這個... 登格爾啦... 好... 那我們可以透過... 這一個函數... 把你的... 剛剛打... 剛剛那個... 剛剛這個... 打到你的MAP上面... 我們要怎麼用咧... 來... 看著喔... 我先把剛剛的MAP... 把它畫出來好了... 在這裡... 好... 大家注意喔... 這個... plotOn... 這個... MAP上面啊... 這個... 你需要輸入... 精度跟尾度... 精度就是Y軸... 欸... 尾度就是... 尾度就是Y軸嘛... 那精度就是這個X軸... 然後接著... 你這一個... 這一個函數啊... 他... 你必須... 一開始你這個MAP是你拿到的MAP嘛... 對不對... 這個函數... 必須把這個MAP當作輸入... 然後... 接著啊... 欸... 告訴他說... 我要PCH19... 19就是我們之前那個... 學到那個... 就是... 圓形的那個... 圓形的那個點... 然後接著... Color是Red... 然後... 那個... 大小是1... 好... 這樣他就可以點上去了... 然後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 我們之前不是教過色嘛... 那這樣疊得... 亂七八糟的不好看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F... 00... 然後角度30... 那我們... 點的大小小小一點好了... 角度0.5... 再一次... 好...然後我們把它點上去... 好...這樣... 看起來是不是... 就是... 又更有模樣了... 好...我們先給大家... 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好...接著這個... 點畫出來之後啊... 點畫出來... 其實那個... 點畫出來之後... 我們那個... 上節課是不是有教把那個... 就是... 把這個... 就是... 點啊... 我們可以用不同顏色把它... 就是... 階層畫出來... 密度越高的我們就用紅色... 然後剩下我們用藍色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呢... 欸... 上次...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那邊有一大串函數... 我們要把X1跟X2... 我們當初是換成了... 收縮畫跟書張壓對不對... 現在我們直接把它換成... 這個... 精度跟緯度... 這樣可以吧... 就來說這個... 呃... X1... X1是... 呃... X1我們現在是放緯度... 那... X2是精度...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DF... 這個... 現在的DF... 欸... 現在DF是不是就有這個... 欸... 每一個人他的這個... 緯度... 精度... 然後跟他的這個... 顏色是什麼了... 對不對... 那接著我就可以把它... plot上去... 那我們的這個點... 把它小一點好了啦... 把它0點... 0.5... 好... 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欸... 這個... 我們就發現熱區在這裡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地圖的話... 欸...是不是就... 很容易可以呈現... 這個... 呃... 到底就是... 這個大流行主要是發生在哪裡... 這就是... 你結合地圖來... 這個... 畫圖的這個好處... 好... 這個等一下大家複製就可以啦... 這個沒有那麼難... 我們來看下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等一下大家... 畫完... 我們... 畫完這邊之後... 等大家再畫出來... 欸...所以說... 這個台南市啊... 我們現在是用這個... Google地圖在畫... 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是有一些行政區的嘛... 對不對... 我這樣... 我知道人集中在這裡... 可是我如果想要知道... 它是哪一個... 假設哪一個區域... 哪一個里... 在爆發大流行... 假設我們想知道這件事啦... 我們是不是就需要... 村里的資料... 那村里的資料... 其實也不是那麼難拿到啊... 因為...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這份資料... 這個Subdata這份資料... 欸... 這邊是不是有這個... 台南市北區什麼里... 所以這個是不是... 其實我們是對的回去的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要畫這個... 行政區的邊界啊... 對不對... 行政區的邊界怎麼畫咧... 你需要到這裡下載這個... 各行政區... 地圖邊界的資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file裡面總共有多少東西喔... 好...大家可以用這個... 這個file你解壓縮之後啊... 你可以看到... 我...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一個這個... listfile這個函數... 好...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 這裡面的檔案啊... 主要就是有一個這個... 鄉村資料這個txt檔... 這個txt檔啊... 你把它讀進來以後... 你看到就是... 欸...這個1號... 1號就是... 家義市東區中山里... 這樣可以吧... 那...你把這個... 1號啊... 你把他的這個... 呃...就是... 你把他的這個... 讀進來... 你把他的這個... 編號這個檔案讀進來... 好...編號1... 欸... 為什麼讀不進來... 我看一下這裡要用什麼... CP950... 好... 你把他讀進來之後... 這是什麼資料咧... 這個是... 精度跟緯度的座標序列... 這個座標序列啊...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 邊界... 他是用這一些... 精度跟緯度畫出來的框... 所以我需要用那個... 呃... Polygon這個函數嘛... Polygon可以幫助我們畫出這個... 畫出這個就是... 欸... 這個... 多邊形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用這些圖形畫出多邊形啊... 上個禮拜交到的都有用到... 好...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邊界畫出來咧...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首先先把跟台南市有關的箱裡畫出來... 好...是不是... 台南市在這裡... 那接著... 我們可以利用回圈... 把村裡的邊界標上去... 好... 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村裡的邊界啊... 我把檔案讀進來是Light Data嘛... 對不對... 我把這個... 所有跟台南市有關的圖讀進來之後... 我們一樣用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 但是在最後... Function這裡... 我需要請他畫這個畫線...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嗎... 好...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圖畫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欸... 喔...這個要... Lesson 10... 好...大家看到了呢... 它其實是一個一個畫上去的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給大家畫到這裡好不好... 因為這個地圖邊界... 地圖邊界的檔案大家要熟悉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這個... 那有了這樣的東西... 我們還可以怎麼變化呢... 欸... 其實大家... 也不見得一定要畫在這個地圖上面啦... 欸...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這個... 這個... plot new... 這個我們是不是可以開一個新的這個... 就是... 新的這個畫布... 我們其實不見得要把... 行政邊界疊在這個... 圖上面嘛...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欸...plot new... 開一張新的圖... 然後接著... plot new... 欸...然後把這個... 台南所有... 台南的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就是... 圖把它畫上去... 好...那如果大家想要畫整個台灣呢... 欸...整個台灣當然也是可以啦... 不過這個精度跟尾度... 我們可能要改一下... 就來說... 在這裡我們可能... 台南mapdata就要改mapdata... 好...這個... 精度...我也不知道... 欸...台灣市精度尾度是... 分別多少啊... 好...一百...一百到一百二十二... 然後...二二到二五... 好...我們這邊試的二二到二五好啦... 欸...他剛剛說是... 精度是多少...一百... 一百到一百二十二...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有點久... 怎麼那麼久... 好...大家看到啦... 這是... 整個台灣... 啊...我這個範圍弄得... 比較... 比較這個... 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精準啦...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把整個台灣都畫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 我們如果... 有... 我們可以自己畫出邊界的話... 剛剛那個... 呃...個案數... 我們是不是又可以知道說... 他是在哪一個... 哪一個理... 哪一個理... 發併的...對吧...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 結合這兩個資訊... 然後畫出各行政區... 圖的這個發併狀況... 然後用顏色... 用顏色把它標出來... 這裡什麼意思咧... 就是... 我啊... 我...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把這一個... 我把這一個圖把它... 畫出來... 那這一個NSample...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 我現在... 總共在這一個裡有幾個人... 如果他沒有人的話... 我就畫... 這個... 白色... 剩下我就畫藍色... 然後一直到紅色...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 所有的這個... 這個... 村裡的這個發併人數... 跟他顏色相關的訊息... 把它畫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欸... 爆發主要集中在市區... 這個跟我們剛剛... 直接把點點上去... 意思差不多嘛... 只是說我們現在... 這個... 就是因為有行政區的話... 我們更能夠... 看到這個... 就是... 到底... 這個... 問題出在哪裡... 好...那畫完這個的話... 欸... 因為我們有學過這個透明嘛... 對不對... 透明就是我們把... 色碼後面... 全部把它加上80... 80是半透明...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半透明的圖... 長什麼樣子... 好... 有點白白的... 因為我們的底圖是白色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當然就是... 看起來會有點白白的... 那這個東西啊... 它其實是可以跌到我們的... Google... Google Map上的... 我們來試一下... 一樣... 精度尾度確定之後... 我們先把這個底圖給畫出來...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畫圖其實就是... 不斷的我在疊圖而已... 就是... 我現在有一個... Google Map的底圖... 然後啊... 來注意一下我這個函數... 我這個函數在最後... 它的... Function是... Polygon... 就是... 多邊形的意思... 喔... 又這個... 好... 這樣... 我們是不是畫出來... 看起來就很專業啊... 好... 那我現在給大家做一個練習啦... 就是... 等一下大家當然就是畫到那裡... 然後大家做一個練習... 就是... 第一個練習就是... 你可以把... 呃... 剛剛我們是把整個9月的資料都畫出來嘛... 對不對... 請你試著... 畫畫畫看就是... 每... 每天的這個... 逐日累積發生量... 就是... 你可以畫累積的... 也可以畫不是累積的... 舉例來說每天... 每天它怎麼變化的... 可能中間有高峰... 後面又變小了... 這樣子啦... 那... 另外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 台南市的... 你畫了覺得... 不爽...對不對... 你也可以畫高雄市的... 因為高雄市在... 2015年10月其實有大爆發... 而9月是台南啊... 那10月就換高雄了... 或者你想要把自己的縣市把它畫出來... 這個也可以...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看答案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我們的關鍵是什麼咧... 我們剛剛這一大串語法... 其實... 這個... 呃... 大家說每一行都了解齁... 那個是... 那個也是不太可能的... 有點難啦... 對不對... 但是啊... 這個大家就要知道... 我們可以改的關鍵語法在哪裡... 關鍵在這裡嘛... 就是... 我剛剛... 我的NSample都是用Subdata來做的... 對吧... 我的NSample都是用Subdata來做... 那我的Subdata是什麼咧... 它是不是台南市... 某一天... 它的這個... 呃... 某一天它的這個... 呃... 所有人數... 那如果我把我的Subdata... 改成... 改成這個樣子取得... 也就是說... 我... 原始的Data裡面... 我的改成說... 這個它的日期啊... 必須... 小於等於某一天... 並且大於等於... 9月1號...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9月1號到9月N號... 的這個... 日期區間呢...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用paste... 可以把這個... K... 把它貼在一起...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選擇... 我就可以得到... 呃... 某一個特定的這個Subdata...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 不過我不要把... 我不要把... 我這樣子的話是把它存成pdf檔... 我現在不要把它存成pdf檔... 我現在... K等於1一個一個來看... 好...我現在K等於1... 那我現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執行... 欸... 為什麼沒有... 我沒有data這個檔案了嗎... 欸...喔... 我不小心把它洗掉了... 好...我把data讀進來之後要注意喔... 我剛剛有人就是... 這一點沒有做好... 就是... 你要把... 這個第一個Colon要趕日期... 好... 讀進來K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Subdata... 是不是就只有9月1號的... 這...喔... 9月1號也這麼多筆啊... 9月1號用430筆... 437筆... 好...然後... 現在是底圖嘛...對不對... 然後我用9月1號的... 把這個畫上去... 好... 這是不是就是9月1號的... 那... 接著我是不是... 我接著我可以在這裡... 就是把他的這個字把它補上去...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 好...剛剛... 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是... 小於等於這個... 9月N號... 然後... 大於等於9月1號... 這樣是累積的... 如果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的是... 逐日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小於等於換成等於等於... 然後後面大於等於不要... 好... 接著我們再做一次... 大家看一下喔... 9月1號... 喔靠... 這個... 好... 這個是...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畫出這個變化了... 然後...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 就是... 那PDF只是我們把它存出去... 在這裡如果我們用PDF的話... 只是我們把圖存出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來... 就是... 我們給大家就是... 稍微玩一下啦... 然後... 大家可以換這個高雄4... 我們今天課都上到這裡... 不過這個... 大家還是可以留下來繼續玩... 大家還是可以留下來繼續玩...